台中大陵山地区有多处道路受损严重 经过公务断人员两天半连夜抢通 在今天中午十二点钟终于顺利开放通行 另外电力在山区电线杆断裂严重 地基松动 目前仍然有一千两百户无电可用 台电目前加派人力尽速的抢修当中 等了两天半终衡变道终于抢通 12K你都去我通关了 还有十点 虽然开放通行了但还是有部分路段不进完善 关键站人员上前提醒要驾驶小心再小心 毕竟这回受台风影响造成离山地区灾情惨重 土石崩落电杆断裂甚至陆基严重掏空 公断人员历经两天半不眠不休才终于抢通 但基于安全到8号前每天仅开放五个班次 早上经过现场试车确定安全状况无余之后 于今天三日中午十二点开始开放便到通行 另外在十月三十一号当天受困在大鱼岭的四位民众 以爱上五油怪手接驳的方式顺利回到离山地区 忙着抢通的不仅道路还有名声用电 根据统计抗日台风造成离山地区十根电杆倾斜 九根电杆断裂电线电力器具更是乃估计 台湾人员不断推进抢修 目前仍有一千两百户无电可用 上午天气放晴台电台中去处 增派三四名人员十五步重行机去进入离山 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宫殿 借中部重导